三个人的苦中作乐 第一个人 我把我打翻在地 那次是你找我 这次是我找你 我看过了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 不行 全是哭天抹泪 含冤叫苦 怨天尤人 那不是受完别人的罪 再受自己的罪吗 我从来就反对这种活法 所以我也想发表一下我的见解 文革史 人家都说 所有的人都是越斗越瘦 唯有我越斗越胖 金宝神族 满面红光 记得当时管牛棚的老K问我 是用哪骨子反动精神支撑着 我说我这是高血压 血往上冲 脸色就红 这叫回光反照 他一听啊 放心了 中国的事 一是别太认真 二是要善于周旋 不能硬顶 硬碰硬 准吃亏 要像练太极拳那样 硬来软接 或者不接 一转身 顺手送走 毛主席 毛主席不是还有十六个字吗 叫做敌进我魄 敌退我追 敌注我扰 敌疲我打 我就是活学活用 毛主席思想 你来硬的 我来软的 你来明的 我来暗的 你穷追猛打 我捏损找乐 不管胜负 心里舒服就行 我那些梗事 记得上次对您讲过 听说您还把那些事 写成了小说 我听人说过 可是没看过 今儿我不管你听过没听过 想到哪儿 就说到哪儿了 运动开始 我给关进牛棚时 我当棚长 原因是我的问题最小 旧社会时 只做过半年的委职员 每天早晨召集牛棚里 那些牛们开会时 我故意等着老K到场 突然啪的一拍桌子 大声说 今天 我们这一屋子 混蛋王八蛋 这当然就把老K 也骂在里面 那天 老K好像醒过点味儿来 这一屋子三个字 是不是也包括他 澄清骂他 他瞪着眼问我 我立刻装得很冤枉说 你没听我说 我们这一屋子吗 我们是指牛鬼蛇神 哪能是您呢 老K没词了 从此天天乖乖地 挨我一次骂 您说这好玩吧 可要是不这么找乐 只能犯愁苦闷 掉泪 上吊自杀 我们牛棚里 死了一个小资本家 他心里就搁不住事 受不住了 打二楼窗户 脑袋朝下跳下来 我心想 你呀 傻瓜 人家不叫你活 你也不叫自己活 你也别拿牛棚里的人 全当好人 那年头啊 人人自危 都恨不得把别人 打成反革命 自己唠个表现好 日子就好过点 一次啊 有个姓Z的老家伙 把我卖了 老Z的父亲是地主 他不过是地主的狗崽子 因为家里的房子是私产 文革一来 就不分青红皂白 把他也打成地主 这家伙呀 为了表现积极 就揭发我 说我在牛棚里 边反动笑话 这事呢 是有的 那天我们牛棚里 有个姓Q的 从家里带的饭盒里 有一小块牛肉 我就拿它取乐 问他 你吃牛肉算什么 你知道吗 他脑筋没转过来 就说不知道 我便说 你现在是牛 牛吃牛肉 就是自吃自 我的笑话 逗得牛们都笑了 可那时候啊 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 漫天血光 什么地方的牛棚 能有笑声啊 老K把我叫去 拍桌子打板凳 说我开革命的玩笑 胆大包天 我说 自吃自 就是自取灭亡 我这是骂他呀 老K这人挺粗 挺笨 不但人笨 手笨 脑袋笨 嘴也很笨 叫我三绕两绕 没了词 心里的火气 却没消 第二天 单位里掀起 大批判高潮 群众纷纷写大字报 口诛笔伐 拿我们练上了 老K一下闯进牛棚 冲着我们就喊 实际就是面对着我 大喊大叫 你们这群牛鬼蛇神 听着啊 革命群众 又批判你们了 你们还不认罪 富于顽抗 快点 每人写一张大字报 问问自己 老实不老实 别等着革命群众 揪斗你们 这回是大斗 一斗就三天三夜啊 我眼睛不瞧老K 心里都能想到 他那个神奇劲 不用多费脑子 早有主意 心想 我得拿你找个乐子 于是铺开一张白纸 那时写大字报啊 革命群众用红纸 牛鬼蛇神 只能用白纸 我写的题目是 某某某 我问你 这某某某就是我 内容就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再次掀起新高潮 革命群众奋起千军棒 痛打落水狗 某某某 我问你 你老实了吗 你说老实了 不对 我不信你 你竖起你的狗耳听着 我警告你 你已经死到临头了 如果你再不老实 胆敢乱说乱动 我就把你打翻在地 再在你身上 踏上一万只脚 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我这大字报一上墙 老K立刻就火冒三丈 把我叫去 气得拿拳头砸桌子 大骂我 狗胆包天啊 革命群众问你 你问谁啊 你大字报上的你 指的是谁 是不是把矛头 指向广大革命群众 我装得诚惶诚恐 手打哆嗦 表现得又震惊 又害怕又无辜 我说 哎呀 要是那样 我那不真的罪该万死了吗 K主任 您可别生气 您生气啊 我就害怕 刚才不是您叫我们每个人 都问问自己吗 我这个你 当然是指自己了 你就是我 我是把矛头对准自己啊 K主任叫我蒙住了 他说 混蛋 既然你就是我 就应当用我 你怎么是我呢 他那张笨嘴啊 两个字就把他找乱套了 他说不下去 一拍桌子 滚回去 马上改 我忙说 啊 接受您的批评 我立刻就改 把你字 全改成我自己 行吧 老K说 当然行 滚 我心想 你这王八蛋 上了我的当了 我跑到我那张大字报前 数一数 总共十三个你字 我就回屋 用一条白纸 写了十三个我字 又拿点浆火 去把大字报上的你字 一个个全换成我字 改好后 我像立了大功那样 请老K来看 再一看 大字报变成这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再次掀起新高潮 革命群众奋起千军棒 痛打落水狗 某某某 我问我 我老实了吗 我说 我老实了 不对 我不信我 我竖起我的狗耳听着 我警告我 我已经死到临头了 如果我再不老实 胆敢乱说乱动 我就把我打翻在地 再在我身上 踏上一万只脚 叫我永世不得翻身 我瞅着老K的脸 腾得红了上来 不等他发火 赶紧笑咪咪说 你说把你字 全换成我 我一字没丢 全改了 老K又没词了 我高兴了一礼拜 吃也香 睡也香 我要说 文革就是那个样子 但个人有个人的活法 生命的活力 与他的智慧同在 第二个人 猪大妈 知青那段生活 其实蛮有意思 虽说很苦 乐子也不少 现在回忆起来 更有一种滋味 这滋味 打个比方 就好像那种咸味糖 我这比方对不对啊 坐下 我们那伙 在W省H县插队的知青 如今碰到一起 少不了还要说说 这些咸味糖 开心的笑一笑 我们那时都是小青年 最小的十五六岁 最大的 不过二十出头 精力旺盛 调皮捣蛋 我们玩的最过瘾的一次 就是关于猪大妈那件事 不过这事 一直对外保着密 第一次公布于众 那时啊 干活累 吃得差 特别馋 我们这会儿 七八个人吧 只要谁家寄来一包红糖 拿到手撕开包 立刻一抢而光 可跟着嘴唇上 就落一群苍蝇 轰也轰不走 那地方 连苍蝇也缺嘴 馋死了 吃不到好东西 就谈好吃的 一天谈得受不住了 便决定去邻村 碧村 偷猪 并想出一个绝法来 拿几个波波 用酒泡了 猪吃了 肯定醉倒 就把猪抬回来 痛痛快快解解馋 这法子啊 保证管用 又好玩 大伙一起出主意时 倒好像共同编造一个笑话 于是大伙分头去搞东西 有人弄来几个玉米面 大波波 有人去杂货店 偷来一瓶酒 我和一个叫老三的小子 到大队部 把一副破担架拿出来 大伙一见担架 又想到一个主意 把原先计划的一个疏漏 补上了 那就是啊 如果把罪猪抬出村子时 叫人发现了怎么办 有了担架 可以说台人去县医院看病 这是担架给大伙的启发 我成了有功之臣 于是大伙说 猪弄到少 多给我一块猪屁股吃 我一高兴 又把一条白布被单贡献出来了 因为必须把猪遮盖住 才好说是病人 计划真是越来越周全 也越来越好玩 叫那几个年岁小的 兴奋得连蹦带跳 事不迟疑 当天夜里 我们潜入碧村 入村后 只要有狗叫 我们就扔一块酒泡的波波给他 马上他就不叫了 这些狗啊 都是恶狗 相信他们 很快都成了罪狗 这样 顺利到达猪圈前面 看准一头又肥又大的母猪 就把一个带着酒箱的大波波扔进去 大猪正躺着 但波波一落地 他立刻扑上来 几口就吞下去 动作比猫还快 我们又扔一个 再一个 只把泡酒的波波全扔进去 我们就蹲在猪圈外边 等着他醉 只听见他巴结嘴巴 和不住的美滋滋的打呼噜的声音 那时很担心酒精不够 后悔没多带几个泡酒的波波来 只等了一个小时 忽然圈里没了声音 身头一看 大猪早已经烂醉如泥了 我们忙进去 七手八脚把它弄出来 放在担架上 遮好被担 飞也似地抬出村子 这大猪真重啊 等我们意识到已经脱离危险了 大伙都累得浑身大汗淋漓 抬担架的胳膊 好像没骨头那样 软绵绵的 我们早已想到 不能把它抬回村子 那样会被人发现 我们计划 把它弄到H村 通往县城那片荒地里 那有许多乱土岗和野林子 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 把这大猪解决 但就在半道上出了意外 一伙外事来的知青迎面走来 男男女女 大约五六个人 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啊 打算和他们打个招呼 就混过去 但这伙人中间 一个瘦高个儿的男青年 非常热情 问我们抬的人是谁 一刹那 差点把我们囯住了 多亏我机灵 编个瞎话说 是村里一位老大妈得了疾病 我们送她去医院 他们一听 非要帮忙 我们说不用了 可他们自我介绍说 他们是A村学习毛住的积极分子 刚从县里开了三天会回来 他们要学雷锋 好榜样 助人为乐 还一起背诵有关的毛主席语录 他们其中一个问我 这老大妈是什么家庭成分 当我一说 当然是三代红了 他们来了阶级感情 说什么也要帮我们把担架抬到县医院 并且和我们争取担架来 精神的力量 真是无可抗拒 再说我们已经谈了二十多里 筋疲力尽 又做贼胆虚 终于被他们夺去担架 他们中间的一个女知青 要掀开被担看看 马上被我制止 我说 这风太大 大妈是重感冒 不能再受风啊 这女知青马上助手 还把被担噎言 一边说 哎哟 要不我觉得大妈的呼吸这么重呢 我身边的老三 差点笑出声来 我感到事情已经无法改变 如果跟他们去县里医院 准会露馅 我便对他们说 如果你们负责 我们就可以回去了 这伙知青一听 都十分热情地满口答应 并叫我们回去休息 于是他们抬着担架返回县里 我们也掉头返回去 分开后刚走几步 就听那瘦高的男青年朝我们喊道 哎 你们和大娘是哪个村的 我一想 马上回答 哦 碧村的 碧村就是猪的家 那个女知青又叫道 大娘姓什么呀 我这次回答的可是又迅速又巧妙 猪大妈 撇喂猪 就是猪啊 这时 我听那瘦高的男青年 用嘹亮的嗓门喊道 放心吧 我们会照顾好猪大妈的 回来见 啊 回来见 我们一起举手 祝他们成功 然后我们忍住笑拼命向前跑 只跑到回头再也看不见他们的地方 说什么也忍不住了 一起扑在野地上 大笑 打滚 翻跟斗 这真比吃一顿猪肉还高兴 下边的事是听来的 据县里的人说 那伙知青把担架抬到县医院 已是早晨八点多钟 他们把医生叫出来 说有急诊病人要抢救 医生上去一拍 刚叫一声 大妈 只听着大妈 呼的一吼 忽然跳下来 飞似的乱跑 由于身上蒙着被单 谁也不知是猪 全看傻了 大妈怎么如此迅猛骁勇 哎你说 文革的这个经历 怎么能缺少这个 咸味糖的真正味道 还是糖里边的发色的咸味 第三个人 桓忠 我看过你那些文革的文章 你写的那些人那些事 全都是倒霉的 看起来挺不舒服 我想给你来个反潮流 讲一件得意的事 也是我成功的事 1969年底 我给赶到R省 R县 欧村 插队干农活 前后干了五年吧 黑夜到头见曙光 我有了返程的机会 但必须大队支书同意后 盖了张才能办理 我们那支书啊 一句话 王八蛋 纯粹是地头蛇 我看过去那恶霸地主刘文才 也没他横 我们村里三个女知青 不说了 弄不好泄露出去 缺德 就说我这次吧 要想从他手里走掉 可没那么容易 我已经打算让他扒一层皮了 我知道他瘫得厉害 可是送东西 得送到人家心气上 他的侄子是民兵队长 也是他的亲信 我就向他打听 由此便知 他正需要一个挂钟 大队干不开会 十次有九次 在他家里开 没钟点哪行啊 我问民兵队长 他想要个什么样的钟 那小子瞥我一眼便说 还不是要那种 外边木头壳 里面带摆 打点的钟啊 我一听 心里就冒火 这个钟 还不得七八十块 顶我爹两个月的薪水 这群王八蛋 真他妈黑 你知道 我是个不吃亏的人 晚上躺下来 琢磨到半夜 忽然有了高招 我便先给我在北京的舅舅 写封信 说明我的情况 请他帮我一次 钟声钟事 只这一回 无论如何按要求 寄给我一个挂钟 我保证三个月内 把钟还给我救 我就在北京铁路局当调度 功龄长 平时不抽烟 不喝酒 手里有点钱 我家平时碰到难处 就向他开口 他收到我的信 很快买了钟记来 还付了一封信 信上安慰我一番 却根本没提我保证三个月 还钟的事 他以为这是孩子话吧 好 就看我的吧 我收到钟一看 真是漂亮绝顶 木头壳 锡子正亮 表盘是黄铜的 上边印着大红字的毛主席雨露 三根针走起来 活灵活现 下面还有一个玻璃门 能看到晃来晃去的小百球 我当然明白 我旧的心意 全表在这上面了 我当时的心情 拿现在的话说 好感动啊 送礼还得赶在 人家高兴的时候 我耐心地等了五天 听说书记那天 在公社受了表扬 回村就咧着大嘴笑 我见机会来了 赶紧抱着钟 进了知书家 果然生效 知书看着这 赠亮赠亮的大钟 两眼眯成了线 说道 啊 你在这里表现不错 别人走 俺不同意 你走 俺同意了 我马上把准备好的 介绍信捧上去 笑嘻嘻地说 下次接受 平下钟农再教育 我还到您这来 知书从枕头下面 摸出那个木戈的印章 用嘴哈哈气 啪地给我盖上 好了 开绿灯 放行 万事大吉 我拿着这封信 跑到公社 县省 再返回我那遥远的城市 一个多月 来来去去 经受无数磕碰 终于把事办成 我回到村里 打好了行李捆 跟村人告别 最后 该把我那终取回来了 你听着 我是这么干的 而且一开始 就计划好这么干的 这天 我早打听到 公社的干部来视察 我等着这群人 进了知书家 正谈得火热的时候 忽然一推门进去了 只见满屋子人 满屋子抽的烟 挺热 挺闷 还有呛人的烟叶味 知书见我就说 哈哈 该走了吧 以后别忘了啊 妈 要是忘了 俺们就找你去 他这热情的话 不是说给我听的 是说给公社的 干部们听的 我呢 假装有事那样 挺神秘的 扯扯他袖子 把他拉到门口 再将嘴巴 凑到他耳朵边 他凑过脸问我 啥事啊 我说 我挺不好意思跟您讲 上次我借您 挂在这墙上这钟啊 是我从我旧家弄来的 这次回城 不带着这钟 不好再去我旧家了 只好把这钟拿回去 行吗 我故意压低声音 仿佛不叫别人听见 但控制的音量 却正好叫满屋的人 都听见了 知书的脸色变得耍白 气得直哆嗦 他脸离我太近了 我看得一清二楚 可是他被我僵住了 没辙 只好说 好好好 拿走 拿走 我当然明白 如果没这些上级干部在 他能把我打死 不用他去摘那钟 我脱了鞋子上了炕 一伸手就摘下来 跟他说声 我走了 就走了 他没送我 我却能想象 他在屋里那样子 当我把那钟 送还给到北京的舅舅家 我舅一家都莫名其妙 待我把来龙去卖一家 大家都笑个痛快 我挺得意 在整个文革中 只有这么一件事 是我按自己的意志做的 你该给我鼓掌呢 快乐 总在反抗者的一边